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总是听到说冬季温水泡脚的各种好处 比如说促进血液循环,身体放松,睡眠好等等 那有人甚至提出了温水泡脚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真的是这样吗? 这里我们一起来探讨温水泡脚的功效,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那从理论上来讲,温水泡脚确实可以改善足够的血液循环 但是否真的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呢? 暂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明这一点 那查阅文献确实有相关的论文报道 比如温水泡脚在预防颅脑损伤患者生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通过收治了40例的重症颅脑损伤患者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温水泡脚来预防生静脉血栓效果满意 但是由于研究的例数太少,证据力度相对较差 温水泡脚对心血管病的真正功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考证 那泡脚养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有三类人是不适合泡脚的 第一种就是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 那糖尿病患者呢,由于糖尿病导致了有周围神经病变 脚步没烧神经对温度不敏感 那普通朋友感觉很烫的水温 糖尤可能感觉不到 据说很容易烫伤 一旦被烫伤而没有及时就医呢,或者血糖控制不佳 导致了伤口不能愈合 可能会导致足部的感染 溃烂,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节肢 那第二类人就是心脏功能不好 泡脚时间长,水温过高呢 都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扩张 全身血液会由重要脏器流向体表 可能会导致心脏缺血,缺氧 容易发生急性心衰,急性心肌缺血 甚至心肌梗死 严重的呢,会导致猝死 第三类人就是有静脉曲张 由于静脉半的半膜功能不全 静脉回流存在障碍 脚步温度的升高只会增加局部的血流量 不能改变静脉回流的速度 反而会加重静脉回流负担 导致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 使病情加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